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和材质变化等任何信息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优化技巧 1 标题 长度最多250个字符或约50个单词 标题必须包括产品的主要优点 USD独特卖点 Unique Failing Point和热门关键词 产品名称案例 2 简短描述 长度最多1000个字符或每个1.25个单词 最多使用5个要点 内容建议包括实际用途和情感体验的好处 在开头点名关键功能或优势 此外还需要包含适用于产品的任何服务保证 例如一年保修免费退货免费组装等 3 详细描述 长度最多2000个字符 包括空格 内容使用简短的句子 每个句子最多约15-25个单词 在产品说明中使用主要核词要关键词 词外一定要避免无关键词填充 也不要重复已经在标题上添加的短语 避免在主要关键词上包括后端关键词出现感叹号 技术表每个产品页面都有其他字段 具体取决于它所属的产品类别 这些强关联性的字段十分重要 请务必填写 4 图像 系列图片要显示产品的不同角度 此外至少一张图片应显示其原始包装内的产品 仅然使用图像 以及由产品尺寸或尺寸参考的图像也需要设计 通常 图像应显示产品优势和主要功能 此外还有一些影响因素会在Listing开售后和卖家的服务直接挂钩 包括 产品评级 不断朝五星评论努力 通过投诉点赞和客户问题来改进产品描述 此外 充分利用评论所反馈的信息 比如 如果一个两岁的孩子不理解一个产品 这意味着这个产品是为两岁家的孩子准备的 如果出现消极评论 试着得到更多的积极评论来弥补 不要提供虚假产品信息 否则会收到审查系统惩罚 产品评论 至少获得15条评论 保持订单状态消息实时更新 在每封邮件中添加一些与产品相关的信息 例如销售炸制机的卖家可以添加一些复合果汁搭配指南 不要过于频繁的发送邮件 使用亚马逊的反馈软件来提高你的卖家反馈和产品评论 关于更详细的如何优化产品标题图片 Search 25C描述等 视频教程满分的亚马逊 Listing打造方法里有详细讲解 这里就不再深入展开 电影于国网郭慧文